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11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和周蓉 和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业话 近日有指一些黄黑的死心不息 有人还借Patreon作为罪脚点及吸金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看新闻 应该下周三1月19日梁天琦出狱 执法者真的不得不防 疫情方面我们始终要和大家更新 当然了 我们先看政治议题 《苹果日报》《纵新闻》倒下后 黄形的舆地已经完全瓦解了 但有些疑似离开香港后的黄友 将这个舆地搬了位 有传媒报道 这些乱港势力的通过网上的付款平台 Patreon进行一个抗争 兼够是夹水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 我觉得不是一个 言论阵地 这是夹水 老实说 在YouTube开个频道 你也有钱收 但钱当然不多 但你开个Patreon就简单了 我收10元美金、20元美金 有多少人报名 最重要是让别人看 让别人看 让别人看之后 可能你为了要吸引其他人 你也要在YouTube上游快 Patreon先看 先倒为快 可能是看早两三天 第四天 第三天 你也要放出来 如果你不放的话 你处到的观众群 越来越小就很快 就没人知道你存在了 为什么他们说是一个抗争 移了阵地 原因是因为 我举个例子 潜逃海外被人通缉的通缉犯 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 你想想他在Patreon开了个户口 叫什么呢 光復香港国际战线 当然他邀请一些付款的网民 就为他反中乱港的阴谋 出谋献计 说真的是相当离谱的 YouTube和Facebook 你都不可以这么夸张 因为始终Patreon就是 你需要订阅他才看到他的东西 他就觉得有门 不是平日打开 不是公共的账户 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 将抗争的阵地 就移去Patreon 部份的账户继续鼓吹 香港做一些违法示威 其中有些账户更加列出 每日要纪念的事件 又说香港需要是革命 其实问题就是 平日那些平台 没有写得这么夸张 是是是 比较放肆 就在Patreon户口看到了 越缩越窄 老实说这些 炒不起了 是什么 国安署都可以 付钱 进去看看 这些人有什么 大家值得最探讨的就是 其实他们以为 可以放肆一些 在Patreon户口说 国安署你觉得 他真的不会查你吗 问题就是 《立场新闻》也涉嫌刊登 许智峰有些文章 所以就说有可能是 违法的 你想想如果你有些订阅者 明知那个户口 是有问题的 你去订阅 其实 有没有法例 就是有没有违法呢 这是一个问号 那许智峰肯定是 违法 那些人 写东西会不会呢 不过如果你做Patreon 你要找那些人出来 也不是容易 这个现实 不过这个围牢取暖 只有三五七人 或者三五七十人 就是越来越小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也是趋势在这里 所以也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过问题就是 如果你明知 它是一个反中乱港的户口 有可能涉及港区国安法 你想想一个户口 名字叫 《光复香港国际战战》 你还去订阅它 你订阅它 你会不会是支持 老实说你是加入的 你不要这么愚蠢以为一定没事 我是你 我就不会去加入了 不过你说传媒要去调查 它就是另外一件事 没错 另外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 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 梁天琦 接下个星期三 一月十九号就出狱了 他曾经提倡过港度 问题就是出来之后 会不会又引发到一些涟漪的效应呢 激发那些黄黑友进一步行动 那些人当然希望有这种事发生 判六年 坐了三分二 四年到现在出狱了 还不够吗 老实说 应该都是会离开香港的了 如果我是梁天琦的 老实说你是第一个瘦的人 第一代啊 第一代瘦的人 应该找回你的上线 问问 喂 有没有水啊 有没有支持我啊 有没有水呢 都是小事 给你水就叫你留在香港 那会不会让你安排去外国啊 过另外一种生活啊 就是这些东西呢 就是你问我呢 我就会觉得 美国佬 或者台湾 叫人做那些 应该你有个责任要做 就是你推了一群人去死 死完之后 那你是不是要照顾出来啊 是吧 就是梁天琦 你说他现在出来 找东西做容易不容易呢 老实说真的不容易 那些譬如《苹果日报》 那些都收拾了 那你有什么人请你呢 现在真的不容易 有时候你背着这些案底 更加差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人啊 你受了 你应该是有人给你一些机会 如果他真的会改的 其实应该是有机会的 不过你去外国 不过有几多个好像罗冠聪那样 你以为每个都 好像罗冠聪那样 是国际战线吗 但是如果你学罗冠聪 你又要走去做那些东西 那问题就是 就是梁天琦 会不会有人去安排他做这件事呢 不知道真的 大家都可以 我们要等他去看看 不过我们说完这些黄黑 大家都要看一看疫情 昨天香港新增了24宗新冠确诊的个案 当中19宗输入 5宗本土感染 包括1宗源头不明 国泰空姐的62岁母亲的跳舞群组 最厉害的 因为他没有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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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群组已经累积到 有28个阳性 再加上6宗初步阳性 34宗 超级传播者 另外每天都提着 其实都不是想特别提 但每天都有新发展 红伟文的生日派对 卫生署已经表示 由原先的192 去到昨天公布的 已经去到214 卫生署呼吁 有去过的人 麻烦你自己自律 主动要联络当局 不要这么自私 令到疫情进一步扩大 刚才Robert在周围都说过 今早特首林郑月娥 有出来见记者 宣布了小学和幼稚园 在这个星期五开始 或之前 暂时不会面对面上课 直至到農曆年后 政府也启动了 第五波疫情抗疫基金 星期五就会宣布长程 似乎大家的说法就是 如果你是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做法 飲食业都可能要帮忙 可能会有些东西派 应该 其实这个都是在所难免的 政府反正都还有很多浅诚在里面 帮一些被受害的食肆员工 但大家常常在说 最终今次第五波的源头 真的是国泰 尤其是国泰用了漏洞 客机去货机反 我昨天在节目也有说过 陈肇始局长在过去星期六日 接受电台访问时 节目主持人也有问过他 问他这个客机去货机反 是否一个漏洞 陈局长也咬牙切齿说是一个违规 是违规 不是漏洞 不是漏洞 是一个违规 也有立法会议员麦美娟也有提到 很希望政府快点去跟进这件事件 要给社会一个交代 不过有一个现实 飞机飞了出去一定要飞回来 你们也知道国泰已经衰得 生意跌得那么厉害 你飞了出去再飞回来 你又不再得客 你飞机放在外地又麻烦 最重要的是 你没有了空运 对香港的影响油弹 所以我想陈凡是真的要跟国泰坐下谈清楚 要怎样做才可以避免有这些问题 因为你货机回来 是不需要免检疫 是在家中的嘛 你客机的话就需要在指定酒店嘛 你又失败了那些人自己到处走嘛 国泰的女凶者 即是母亲的那件事 是货机回来的 我知道 即使你在家中 因为你在家中检疫 其实问题 你都可以传给人 这个地方实际是太小 是 你又要容许他要自可以出去两个小时 是吧 那你家人 你好像预设过不打针的 你感染了现在三十几个人 是呀 那你都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就是大家 政府即是陈凡局长 真的要快点谈了 是呀 直到今天为止 似乎政府就只顾着这个 红伟文这件案子 不要转移视线啦 去个源头啦 是呀 你要制止有这些事发生 你要堵塞啦 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去外国 你回到外国 你真的有机会被抓到 真的呀 你一直在香港 如果你不是到处去 你都不会抓到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留意的 是呀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 如果有疫情相关的新资料 我们继续和大家更新 好了 我们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